嗨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位于万景 来又给大家看房子了 如果我们来形容万景的 这个Tukupon和Union Main Street 我们称为诗跟远方的话 那么我们位于这个男女人村 South Unionville 那么就是一个叫做柴米油盐 因为这边生活实在是太方便了 它是位于Kennedy和McCurven中间 然后在Hiven7的南边 这个地方深厚 大家看到那个高楼 就是老好坊了 上面有condo 下面有超市的餐馆 大家基本上步行距离就能到达 而且现在我们男女人村 已经成为了双学区房 小学排名97名 高中Muffield排名第二 好了 那么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房子就是刚刚有我们代理新上市的226号South Unionville 这个房子它是总共只有七年新市整个South Unionville最新的一批Townhouse 整个结构设计和采光是更加合理的 首先一楼是有九尺的ceiling特别高 所以它窗户特别大 刚好这个窗户是朝南 所以现在光线真的是特别好 而且位置也是绝对棒的隔壁 你就走路大概两三分钟你就能到小学了 这个客厅我们来看一看 它真的是比较实用 像这边作为一个会客厅 然后这边你可以放一个这种书桌 或者是你的孩子的钢琴 你都可以摆放在这边的 然后穿过这条走廊以后 旁边是一个powder room 这边再过来就是一个家庭厅了 家庭厅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壁炉 然后电视机可以放在这里 同时我们把沙发放这里 可以在这边看电视 包括如果在做饭的家庭主妇 也可以在这里看到电视 然后我再往里走是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岛 然后旁边有一个餐厅的区域 整个空间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结构 然后它这边还是有带自己的后院的 后院走出来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它是一个后向停车的一个设置 所以说后面可以车库里面停一辆 车道上面停一辆 总共是两辆 所以这个房子真的是市场上 越来越稀缺的一种资源 二楼上来以后 首先就是它的洗衣房 非常方便 不需要再把衣服搬到楼下去了 那么主人房尺寸也相当不错 这边是它的主人房的洗手间 一个淋浴 这边还有自己独立式的浴缸 双洗手台 对面就是它的一个步入式的衣橱 主人房空间比较大 一边可以作为放书桌 或者一些沙发 然后另外一边可以放一张非常大的床 二楼另外一边是两个次卧 次卧会共用这个洗手间的 有自己的浴缸 房间潮南光线就是特别好 这个房间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然后有自己的衣柜 另外一个房间也是同样是潮南 稍微尺寸小一点 但是依然可以放下床和书桌的 第二纸虽然没有完成 但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对着南边光线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的楼梯呢是放在侧边了 所以说它的空间是非常的好用 走到后半部分呢 依然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开放的空间 这边就是它的整个是 Hobot Tank的热水炉跟暖炉了 可能有朋友说没见过暖炉什么样子啊 这个就是加拿大的这个暖炉 是烧煤器的冬天作为取暖使用